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你好赃律师栏目 近年来 留学黑中介的造假违法现象是屡禁不止 有一些国际学生花了钱 花了功夫 想要留在美国 但是有一些黑中介 也就是诈骗集团 通过设立虚假的公司帮助这些学生留在美国 其实其中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留学生 现在他们已经在大公司工作 可是很多大公司发现了他们这些黑点 发现了他们这些历史 想要开除他们 那对于留学生来讲 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怎么和企业协商呢 张迪凯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张迪凯律师 就是代表这些留学生和企业进行协商的 我们来听听张律师到底是如何分析这件案子的 张律师你好 大家好 张律师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留学生被黑中介骗呢 对 这些学生其实也不知道 他们毕业的时候 他们需要在短短的时间内 60天之内找到一家公司 愿意让他们在他们的公司实习 这是所谓的OPT 那在这个时间呢 他们可以留在美国一年的时间 但是有些学生实在是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工作 那很多的诈骗集团就出来说 我们可以帮你找到这些工作 那过去这十年有好多好多的假公司 假中介跟甚至假学校来帮他们找这些工作 这些工作让他们留在美国 那这些学生也不知情付了钱 跟这个找headhunter一样来帮他们找工作 那开始工作的时候 应该开始工作了嘛 这结果没有开始 因为是假公司 那这些学生发现了是假公司 结果就跳出去找正式的公司 开始继续工作 那这些事情可能是两年前发生的 也有很多是五年前十年前发生的 但是这些已经在他们的这个身份上面了 那这些学生现在要申请H1B 或者是想要申请IE40 对不对 或者是转身份的时候 移民局查到了这个问题 然后开始拒绝大批大批的学生 我是说几万个学生 这个事件是从2019年到现在 一直在发生的 天天都有好多的学生都被拒绝申请 那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来帮这些客人 那么今天这个案子呢 特别奇怪 是因为雇主呢 没有接到任何的移民局通知 是他自己在网路上看到了这个新闻 觉得非常的奇怪 然后开始做自己的一个audit 把所有员工的这个i20记录全部翻出来 然后发现了这个小孩 他也不是小孩 他已经27 28岁了 那他有一段时间是帮助这些假公司工作的 所以他现在要把这个学生 叫进大办公室准备要开除他 这个时候这个学生非常的着急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学生就委托了我们 我们帮他协商 帮他准备 让他成功的留住这个工作 然后让雇主也不用担心 让他们损坏他们的这个名声 嗯 好 谢谢张律师的介绍哈 我很想知道到底您是如何跟企业去沟通的呢 OK 你觉得对于留学生来讲 他们有什么特别要做的事情吗 对 我雇主常常对移民局跟移民所有的这个手续 不会说特别的清楚 他们的规定是根据他们的i9 所以他们最担心的就是 对他们的公司会有什么的影响 那这个时候我们代表学生来解释 学生也是受害者 但是雇主因为看了他学生所有的这个文件 他所有的i20 他们没有任何的责任 他们也不会被移民局判任何的这个fault 那也不会对他们做成任何的影响 那当然要是这个雇主帮助这个学生 来去申请H1B或者是i140 很有可能会被拒绝 拒绝的话也不会说对这个雇主 有任何特别不好的影响 那当然名额也会用掉 对不对 因为每一家公司到最到到最后 也就只能帮这么多人申请 所以名额可能会用掉 但是对于有没有请这个员工 这个员工在这边开始上班 会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这个员工我现在所说的 他H1B都已经抽中了 已经在其他公司工作 也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人已经在H1B已经工作了好几年 那这个事情是五六年前所发生的 但是在他的i20上面 所以这个雇主翻了所有的record 查到这个事情 非常的担心 会对他们有没有影响 那我们能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代表了这个学生 这位客人帮他陈述所有发生的这个事情 为什么他是一个victim 然后解释给这个雇主 要他继续工作的话是没有问题 然后正式的一封律师信给他们 这样子以后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他就可以找我们麻烦 但是我们非常的有自信 这个雇主是不会有任何的问题的 嗯好 非常感谢张律师的介绍 那我还想请问一下您 对于留学人员来讲呢 您说如果遇到了真正的被这个黑中介骗的情况 那他们应该在找工作的时候 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呢 每一年移民局都收到差不多两万多个这个OPT的申请 有这么多的留学生想要留在美国来继续打工 然后留把这个身份留在这边最少一年的时间 对不对 嗯那你在找工作的时候 不管你是找中介或你找猎人头 或者直接找公司 你一定要自己去亲自的去看这家公司 不管是网路上或者是假装你自己是这家公司的顾客 去确定他们是真是假 因为这个诈骗集团很多很多是根本是虚拟的 这个公司谁也没有听过 就只是一个空盒子而已 所以要是有一个雇主聘请你 让你在他们实习 你最少要跟他们的manager沟通过一次两次 你不能纯粹只是相信中介 所以你要做这些due diligence 那要是他们承诺你全部东西都已经帮你找好了 那在一定要你付钱 但是你这家公司根本不知道是什么 那很有可能就是假公司 好非常感谢张律师的介绍 除了刚才您说到的 留学生在想要留在美国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特别需要自己注意的问题之外 假设这个留学生真的被黑中介骗了 而且他也真的就是一个受害者的 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OK 我们会做其他的episode 不过最少可以做三件事 第一个呢 是你可以告这个中介 我们会等一下会分享一个成功案例 第二个呢 是你可以申请非移民的豁免 这样子你还是可以顺利的拿到你的H1B 入境美国 然后继续的 你的这个整个这个美国的人生 第三个呢 是可以申请移民豁免 这样子的话你还是可以拿到绿卡 就算移民局判定你说以前有一个这个诈骗的一个这个记录 所以这三个事情都是可以做的 我很期待和你分享 嗯 我们也非常想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 所以呢 大家锁住频道 继续关注你好葬律师栏目 好 我们下期再见 好 拜拜